大家好,我是桑普 我們再繼續講,剛剛提到的 羅冠聰和張君楊 就是出席了線上的宮廷會 網上的宮廷會 呼籲台灣積極處理港人的議題 這件事我想是一個 他們肯走這條國際線 我想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舉動 當然這些做法 他事先很突然通知大家 我想在他舉辦之前發過帖文 到舉辦宮廷會 我想一天時間都沒有 在這個情況下 我後面才知道 這種宮廷會 當然有助於台灣有關的同道 是更加關注香港的議題 但我很相信很多關於台灣的議題 也需要在台灣的港人 去自己爭取發聲 為台灣提供一個更好的地方 給香港人安居樂業去奮鬥 在21日晚上 台灣立法院的人權促進會 舉辦了一個線上的宮廷會 這個宮廷會就叫做 《香港的走向》 以及《台灣的對應》 破折之後就寫《香港議題》 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運動成員 羅冠聰和張崑陽 即是 Nathan和Sunny 呼籲台灣的政府 應該更加積極推動 香港人在台的安置 其實與其說安置 不如說居留和定居 立法院人權促進會 就是跨黨派的團體 會長是現在 即是民進黨籍立委 黃定宇 海派的黃定宇 另外秘書長是民進黨的立委 范文 副會長是無黨籍立委 林創作 1月9日有個罷免案 希望他大步濫過 所有在台北中正及萬華選區的台灣人 即是包括了台港人 都希望大家投Freddy 林創作一票 希望他不會被罷免 即是反對罷免 因為這個惡性的罷免 同一天台中第二選區 有林正儀對決顏寬行 現在台灣的政論節目 鋪天過地講 我都沒有興趣繼續追下去 因為這件事 大家明白 事實很清楚 所以這兩場的選戰 一場是補選 就是中二選區 另一場就是台北的中正萬華區 這個臨創作罷免案 希望大家就是拉脚狀態 希望林創作和林正儀都能夠期待特勝 另外就是 時代力量的立委 黃婉儒都在裏面 這個就是小燈泡的媽媽 這個就是當時的一間 自己上網查 這個當時的一個案件 另外台灣民眾黨的立委賴香菱都在裏面 所以就是民進黨 有時代力量 有民眾黨的立委賴香菱 並且由六四學生領袖 吳爾開希擔任執行副秘書長 我沒有參與這個組織 大家先講清楚 這是立法院人權促進會 前香港立法會的議員 現流亡英國的羅冠聰表示 他18歲第一次搭飛機離開香港 去的地方就是台灣 他當時在台灣受到很多和善和人民的對待 沒有覺得不安全 但是他2017年去到台灣訪問 過程之中被疑似黑幫成員衝撞 怒罵 他第一次感覺到台灣有些危險 其實不是台灣有些危險 是中共的爪牙導致它有危險 不過發生的地方是台灣的意思 當時在香港不危險嗎 所以我告訴大家 台灣不會說沒有中共的奸細在這個地方 而就是這樣說 民間五眼甚至全世界 還有中共的奸細在裡面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去到台灣就完全高枕無憂 我們可以避巡 然後這個地方沒有些共產黨的人在裡面 就算你避到去加拿大 多倫多 溫哥華 Calgary 哪裡會沒有 接著你看到英國 哪裡會沒有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哪裡會沒有 所以就說 大家不要那麼 naive 這是基本原則 來到這個地方 希望 至少在一個程度上 中共對我們的威脅會減少 而不可能歸零 因為我們要面對 現實生活上 共產黨的銳實力已經滲陷全世界 我們要抗擊 一定要持之以行 有效 有智慧 那麼羅冠聰就說 中共對台灣的滲透手法 以及用黑幫威脅 都與香港十分類似 黑幫對於何韻詩 對於林平基 對於保護傘 他們怎樣威脅 大家很清楚 是不是 林友去到林史 大家很清楚 所以這件事的話 是跟香港相當類似 大家看過大時代 丁蟹 怎樣對付 放假 你就知道 共產黨始終就是那個樣子 中共極權體制 需要建立敵人 去獲得合法性 以不斷鬥爭的方式 塑造出外部的威脅 才有剝奪人民自由的藉口 支持香港和支持台灣 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而台灣與香港 甚至沒有遺族 壯族的人權運動 如果能夠在國際協同合作 會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這一點是很深切認同的 希望大家不知台港同行 除了所有被中國打壓的所有的人 大家手牽手 大家所需求的事未必一致 但是在反共、反中 去支持、自由、愛護人權的地方 是沒有分別 羅冠聰說 2020年離開香港之後 他持續在國際表達訴求 連結不同的公民團體 媒體和群眾 傳達中共是民主世界最大威脅的意識 誰知道民主世界是全人類最大威脅 這個說真的他覺得對 更加重要的全人類最大的威脅的意識 羅冠聰表示 台灣政府一直以來 處理香港制留台灣的示威者 都相當謹慎 但他希望台灣能夠更積極地 提供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 台灣也經歷了幾十年的民主浪潮 希望台灣政府與公民社會能夠持續合作 在國際上捍衛民主與自由 這一點是講得很得體的 我就說 有一些來到台灣的一些重要的抗爭者 他們有時候都內不住 有些是他們自己的原因 有些是政策方面沒有辦法配合 誰都有 所以選擇了離開台灣 要去其他地方發展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去講一些具體的情況給大家聽 但我只是說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 台灣政府 其實有沒有責任去幫助所有這些 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呢 OK 我這樣說 其實是沒有責任的 OK 他基本上來到這個地方 每個人都要尋求 在現有制度之下 看看他能否應付 其實你來台灣之前 你要知道台灣制度是怎樣的 OK 這個制度是這樣的時候 每一個政府 我告訴你 每一個政府 先說明給你聽 包括台灣 包括英國 包括美國 加拿大 澳洲 都有幾乎絕對的權力 去否決任何人的入籍申請 或者居留申請 台灣政府現在做的事是甚麼呢 是比你居留的人 基本上進來的多 即是我們每個一顆星身份證 進來的很多 OK 否決比率 我認為是極少 甚至不是 直接是 低於一個整數 OK 所以我認為是相當少的一個比例 被否決 所以基本上你申請的話 無論你是學生 無論你是甚麼特別的情況入境 或者工作 投資 那方面的移民 是 他審批的投資方案要相當久 即是你要投資的計劃 你今天申請 可能要成 以月計 甚至以年計的時間 才開始給你的Greenlight 給你的地方居留 拿到一顆星 居留之後六個月 可以拿健保卡 這個是台灣的情況 這個定居另一件事 定居的入籍 就拿身份證和護照 即是變成台灣人 等於你要居留 滿某一個時間 按照不同的理由 去申請定居 定居把關 是相對嚴格的 很多人就在定居的地方 被人否決了 有些是我認識的 有些我不認識的 我一定不會認識所有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也會有很多 有冤無路數的情況 我也是在這個地方 都會狠切地跟大家說 我會盡我的能力 去在不同的公開 和不公開的方式裏面 好好地做好 為大家的一些問題 去解決的一些呼籲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一個 和我很多的朋友 同道 都會一起同行 一起這樣做 我希望這件事 可以台灣政府 反省一下 所謂國安的疑慮 和這個所謂的 投資案的審查 可不可以更加精準 更加實質 而不是用形式的標準 或者是一些 顯然是不合理的標準 去否決有些人的申請 這個我以前的節目都已經說過 所以我不會再重複了 至於說有一些 真真正正來到這個地方 想去試一下台灣 好不好的人 大家都知道 你居留 即按法律去處理居留案 通常都會批的 但定居會出現一些問題 台灣政府是非常謹慎 我這樣說 謹慎的一個程度就是 第一 有很多事情 幫助是不會說 幫助不會說的地方 你要他 逼他 要說出來 這樣就是沒有必要 第二 你會知道有些 中國民運人士 即是他 在這個地方大罵 大家知道 這些所謂的中國民運人士 他就聲稱 他必須要來台灣 台灣有政治的庇護 即是有專案的申請 因為台灣沒有庇護法 即是說 他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立入到台灣定居 他的理由就是 參與過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好笑嗎 中國民運人士 我其實告訴你 我知道哪個 但不會告訴你 名字是甚麼 大家查新聞看到的 都公開了 這些人 其實叫做 一隻老鼠屎 說有窩粥 甚麼意思呢 到處找 不同的政黨的人 在那兒串門 怕後門 藍的白的 綠的找人 然後 令到這裏 國家安全的兒女增加 令到有關當局 亦都相當憂慮 這件事的話 是等於會射回去 所有的香港人那裏 這些所謂 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 借著他參加過香港 反送中運動 然後搞到台灣的 喂 你不是鬼來的 緊急著這些 這些事情 然後找甚麼找甚麼 然後到處哭訴 一哭二鬧三上吊 說你很多事情 就覺得 喂你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那這個本事 你就去美國咯 你就去加拿大 你就去英國咯 那麼來台灣 我告訴你 每個國家的政府 都要絕對權力 否決所有的事情 我們只是說 希望他們再否決 與否否決的情況 有實際的公義 有程序公義 給大家一個合理的理由 給大家一個合理的期待 現在的情況 就是對香港人很不公平 而跟著這個 中國民運人士 搞這種一波粥的時候 我告訴你 始終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你問 台灣政府去處理香港 制留台灣的示威 就是相當謹慎 是對的 OK 那麼現在 趁港澳條例 還未被廢除的時候 我們希望 花開堪切 直需辭 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沒有長期的 港澳條例會再持續 給大家投資移民的 可能大家就變成了 香港人被台灣 視為大陸人的時候 就是中國人的時候 只有一個方法 來到台灣定居 就是叫做六倍 就是等於 你嫁給一個 或者娶一個 台灣的人 OK 才能夠入到 你不可以同性婚姻 不要想想 因為同性婚姻要 香港和台灣都承認同性婚姻 才能這樣可以得到 所以澳門人可能可以 因為普通人是承認的 OK 當然我不是同性婚姻支持者 不要問我為什麼 就是右派很簡單 但是你說 你要這樣做的時候 然後 也都 變成門關到這麼窄 是不是每天會發生呢 我覺得會 大家不會覺得 不會 因為香港人給大家機會走 不是給無限日子 給機會走 香港如果變成中國一樣 她的教育 她的金融 她的經濟 她的社會 公民團體沒有了 媒體沒有了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把香港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呢 這是台灣政府一個合理的說法來的 OK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時間可以無限長 那當然我多謝這個四平八穩 很得體的那種說法 我做政論可以講得比較深入一些 但是肯定是一種公民外交的場合 羅冠聰這樣說呢 相當得體和謹慎 另外流亡美國的前香港大專學界 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 張康陽新宜 也在公聽會上呼籲 香港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不同 希望台灣政府能夠下定決心 加快審批香港人在台灣的居留程序 台灣也可以因此吸引很多香港人才 保存香港文化 我都深表贊同 那當然 我希望在現在最大的問題點 不是台灣政府不批別人居留 可能批得比較慢 尤其是投資移民現在很多案件 所以你想想 幾個官員處理幾千宗案件 每個官員處理差不多接近一千宗案件 你問一下 你想一想 是不是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是突然之間在這兩年增量 立法院的預算要搏 你都有時間 然後有藍綠之間的衝突 不是那麼容易去增壓的 要增壓有多少的勞累 台灣要做 而且那樣東西不容易做到的 那你情報網也很重要 那你想一下 他們幾多隻手做這些東西 那你說投資案會拖 即是投資移民的案 在居留的地方會拖 但是現在來講 在今天來講 去批投資移民的比例 原來很高的 即居留的比例很高 但是投資移民去到入籍 定居的情況 是真的會有很多 有批准又不批准的情況 那這種透明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更加透明 是不是 即資訊更加公開 告訴大家 究竟批了多少 不批多少 等著多少 是很重要 那麼當然台灣政府 有它所謂政爭方面的考慮 就是說 怕這件事會牽涉到 政黨政治方面的紛爭 甚至是對外方面的一種 講法 這個完全明白 但是可不可以透露更多的訊息 以安人心 另外 香港人很多的 申請被否決 我覺得理由是不合理的 說他做過醫管局 說他做過某大學的圖書管理員 說他做過官立學校老師 或者做過一些 一些社工的東西 但是他受到那個機構 受到政府的資助 用這個理由來否決 甚至沒有就是說 你在大學做過兼職的教授 不行 這些情況我會覺得很荒謬 你可以用其他理由去保決他 說得白一點 或者你把一些東西 開心見成 覺得年紀太大 不好用 或者你覺得你對台灣沒有貢獻 就說清楚他 但是不可以用這些理由 去顧左右而言他 我希望台灣政府都明白這一點 這一點我都不只是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說 我會很好地反應 OK 也都已經 和會持續更加深入反應 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做 說多一句 Facebook有個群組叫做 在台香港人入籍關注組 我重新 這個關注組跟我沒有關 這個關注組 我不是他成員之一 也都不負責他任何的言論 當然 他有些說法 我都是深表贊同的 OK 所以就說 大家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所以大家去講出自己的聲音 是應該 只要是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憫的 我們都會支持 不要造假 不要說一些 太誇張 而是不實的說話 只要是中規中矩 有理有節 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 那麼 張坤元宜表示 希望台灣能夠盡快修法 來到香港人在台工作後 能夠取得居留權 並且甚至會進一步入籍 這一點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我這麼說難度很高 就是工作 任何工作 可以拿到入籍 在台工作後取得居留權 是已經實現了 早期的規定已經在這裡 問題就是 工作之後居留 沒有辦法真正的入籍和定居 你工作多久 都沒有辦法居留 之後入籍和定居 你只可以居留 即是一顆星的身份證 除非你符合一些特殊專才 或者一般專才的規定 我希望無論如何 能夠擴大一般專才 特殊專才的範疇 你看看加拿大英國的模式 一支 它不像台灣 好像台灣那麼窄 台灣非常窄 那你說全球 500大香港畢業的學生 其實說真的 很多參與運動的人 都沒有讀完大學 可能一技之長 可能會 授斜 可能會 音樂 可能會 社工 可能會社工牌的 有些人 甚至有些人 室內設計 他們很厲害 很有一技之長 可以為台灣增添很多的資材 但是 因為沒有大學學位 他要讀書 要讀書 就是另一條 track 有可能入籍 不過4加5 相當長 如果你工作 那你就只是拿到居留權 而沒有定居入籍的權利 那麼我希望工作 能夠擴大一點它的範疇 不只是現在的專才這麼窄 你可以在台後 從事其他一些特殊的專才工作 那麼這個地方 希望更加擴大 比現在的規定 和修改後的規定更加擴大 就是功德無良 那麼使得香港人 在台灣安身立命 可以盡快貢獻台灣社會 而香港在台港人 也都一定會用自身經驗 去幫助台灣 維繫台灣民主保衛機制 來的 那麼我希望這一點 也都是成真 成真的 那麼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 就是 祝福 就是在台灣 等待 入籍 然後是真正的香港人 即不是那些共諜 你說有沒有共諜 那麼 告訴你 當然會有 對嗎 但問題就是說 台灣政府能夠 精準的 會不會殺錯人 放錯人 放錯人 放錯人進來 趕走錯人出去 那麼這件事 我希望台灣能夠精準 它自己的情報 還有它的能力 去做有關的實質的審查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台港同行 支持我們台灣香港協會 可以看完廣告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就是這個 YouTube 宋普頻道 和我的Patreon 也都在這個 樓下 看得到的了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這邊的在台港生和在台港人 能夠互相團結 助人自作 功德無量